部分的這個重點來回顧一下 第一個當然上禮拜是第六次上課 主要我們大概就是做了有關住宅切到案件的統計 這個範例題當然主要來源是來自於開放資料 所以你只要輸入一個關鍵字叫開放資料 其實就會有非常多的相關的資料 可以拿來當成我們練習用 當然什麼叫開放資料有心理同學可以自己再瞭解一下 當然幾個方向 不過當然你可以從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政府的開放資料全部就有4萬6千多種 我記得沒錯上個禮拜是 當然這個數量它會越來越多 像我記得之前看到的大概3萬多 現在變4萬多 可能再過一段時間5萬多 越來越多 當然它包含各個器官 中央地方 然後有些主題 甚至你也可以 根據服務分類 去了解 比如說公共資訊 這裡面一堆 或者是你對於投資理財有興趣的話 這邊也有 投資理財 比如說你想要了解一下 每天台股的收盤行情 當然這邊有沒有 其實一定有啦 你可以從那個什麼 其實你找最多瀏覽次數 或下載次數應該都會排在前面 因為這個數字因為投資人太多 所以你就把這個稍微排序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有了 盤後資訊 各股的日成交資訊 你就可以知道說台股 總共 它裡面欄位就是這些啦 包含代號名稱 然後成交的股數 成交量 成交金額 開盤 等等的相關東西 那也就每天基本上只要開盤 它就會更新 這個資料其實是公開的 當然我是希望說 如果其中報告 第一個你選擇 你有興趣的 這些題目 那你找一下 不見得 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一定都會有 或者很完整 所以呢你就找一個啦 然後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也許你就找CSV檔 當然前提啦 因為 因為 可以跟那個 Excel match的話 其實CSV檔 會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然後 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它下載之後 我希望看到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 我希望裡面呢 你可以用 試試看用函數來完成 OK 比如說上個禮拜的東西 函數部分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用錄日聚齊 第三個你可以用VBA 123 OK 那錄日聚齊的話 其實就之前講過啦 那我們上個禮拜 是沒有在做練 因為其實錄日 只是把動作 記錄下來而已 並不會很困難 那比如說以上個禮拜 的部分來看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的訊息是 這一個欄位裡面的 統計什麼 統計它的區 跟它的 那個路街道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把地時的 這一個 欄位裡面的資料 包含它的區 取出來 放在這邊 然後呢 哪一條路 這個資料呢 取到這邊 OK 所以 我們主要當然 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函數來做 OK 你可以試試看啦 但 我這邊講一下 如果說你實在是 有遇到問題的話 試著做做看 那如果實在是 這個問題 你還是無法解決 沒關係 你可以把問題提出來 其實 解決問題是一個方向 然後提出問題也是一個方向 OK 因為目前是其中 只有 我們今天上第6週啦 所以其實有些東西你還是 不是那麼熟悉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把問題提出來 然後再去思考 也許之後啦 到期末 如果你問題有得到解決 也許你可以再補件一下 就把那個 你這段時間裡面 你找到的答案 的方向 也許就可以把它補一下 所以 特別注意喔 主要就是第1個 你找開放資料的 某一個問題 比如說像我這邊是講 住宅的竊道 OK 然後我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第1個取材 從開放資料 第2個的話呢 我們需要看到就是你用 Excel的函數 Excel的聚集 Excel的VBA 至少會有這3個 你把它分別啦 所以喔 一定需要我將來的這個作業 一定希望看到就是 你用函數做做看 你用聚集做做看 或者是你用那個VBA做做看 盡量啦 像我這邊是沒有把它塗顏色啦 如果你希望 你那個 做的部分 比較能夠讓我可以 清楚看 也許你可以 再把這兩欄 有沒有 也許你可以把它加個底色 之類的 讓我知道 這個是 你 你做的 OK 不然的話我看不懂 到底 你是哪部分是你做的 哪部分是舊的 OK 好啊 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把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課程 一直到上到現在為止 的相關教學 包含 函數 聚集 VBA 分別把它融入進來 OK 大概是這樣 然後呢 你就把它繳交 一個 這個 這個 Excel的檔案 OK 所以基本上 大概會有幾個方向 前面有講過啦 你們的 成績 期末成績的話 大概就是 會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就是 平常 跟作業 平常 就出缺情 還有 你讓我知道 就是跟我互動 因為就 至少知道 如果你是做比較前面的 我前面講過 至少 我比較認識你的話 或者你在YouTube上 也有跟我互動的話 像有些同學很喜歡在上面留言 刷一下存在感 或怎麼樣 那或許我可以知道 你多一點點 也許我 平常成績 這個是占20% 那其實作業的話呢 其實就是占20% 作業 20% 那其實這兩個成績加起來 就40% OK 然後其中 其末各占30% OK 所以 我剛講這個成績占30% 那其實我本來是想要就是也許上機測驗啦 不過我覺得上機測驗 有個缺點就是變成你們要不讓練習 不讓練習 那考試結果 以前的經驗 其實不算太好 所以呢 倒不如給你們去思考 如何把所學的融入 到 你想要用的 在這個 這個題目上面 然後 另外的話呢 你的作業 就是 就是最後 把那個 這個 這個資料 這個是繳交的平常作業 這個其中作業的話呢 大概內容就我剛剛講的 類似於剛剛那個範例 類似那個 就是 住宅切到點位 然後最後呢 做出三個東西 就我剛剛講 123 函數聚集VBA 然後把它存成一個Excel的檔案 大概就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你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 我想要知道一下 你為什麼要取這個題目的 原因 所以你選題的原因告訴我一下 然後呢 你設計過程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者你 解決了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我還蠻想要知道 你們自己解決了什麼 因為其實是 這過程當中其實還蠻艱辛的 尤其 學習這東西 絕對不可能說你 一下子 馬上就知道該怎麼做 一定是不斷的練習 而且要熟練它 你才有辦法知道說 你的答案在哪裡 然後另外的話 最後你的心得 拽寫於我的當中 然後幫我繳交 最後 這個 字數的話呢 我想 應該500字應該不是太多 隨便寫一寫500個字吧 OK 你就把它 過程 當然上面如果你要截圖也OK 比如說你可以把你設計的那個 比如你那個Excel 有沒有像我那個雲端白板上面有一個圖 其實會更明確一些些 OK 類似像這樣子 這樣的期中 報告 應該OK吧 繳交的時間的話 理論上 因為我們是 期中考那一周 是 11月的 幾號 9號 是不是 整個禮拜 所以 最後繳交 每個系不一樣 每個課也不一樣 大概吧 就這一周吧 其中考周 然後至少就是你這一周 的下一周 下一周是不是太慢 就是給你們一周的時間好了 最晚交的dayline就是這一天 等於是11月 16號以前 幫我繳交到 你的那個雲端上面 給我兩個檔案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dayline 11月 11月的16號 繳交兩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 Excel的 這個 XML 一個是Word 這兩個東西 那這兩個東西 幫我繳交到哪裡 幫我繳交到雲端就好了 所以喔 你最後做完之後呢 請你直接 就放在你的雲端 雲端上面 雲端的話呢 我們就是 幫我放在 雲端這個連結底下 有一個叫作業區 那作業區部分的話呢 你就直接 在你自己的資料夾裡面 然後 新增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的話 就是其中報告 你就加一個把其中報告這樣子 然後 就把你的那兩個檔案 直接就幫我丟到 這個 目錄裡面 OK 那就完成 這個其中報告的繳交動作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OK 如果之後發現怎麼樣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來 OK 那就繳交的期限的話 就是在 11月的 16號 這一天 OK 那當然呢 你這部分盡量 把我之前所講的啦 那些相關的 這個功能 或者是一些 程式盡量把它加上去 那如果有一些地方你實在是 還是沒辦法做到的話啦 沒關係 你可以 提出一個想法 也沒關係 好 你比如說老師我實在很認真 但最後我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這部分先 暫時先有個想法 我想要做什麼 但目前做不出來 沒有關係 但我之後會慢慢把它補上 也可以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 其他的話呢 大概 就是把這個給做出來 VBA OK 那如果可以的話啦 如果你們還有 多餘的時間 願意把這個結果 給做得更精細的話 或許啦 因為我在想說 如果再加上 樞紐分析表的話 對各位壓力 可能相對會 更多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就斟酌一下 如果你覺得說 最後其實還可以把那個 因為其實說真的啦 你最後的 這個資料 Data 放在那邊 他不會自己 自己讓別人 可以很容易理解 所以現在的話 慢慢走向所有的視覺 就是圖像畫 有沒有 讓人家可以一目瞭然 從那個 圖 像上面 馬上可以知道說 你要表現的就是說 這個台北市的治安裡面 哪一區是最差的 甚至我上禮拜講 你可以用比例的方式 可以讓我知道 中山區的 切到案件最多 OK 如果 最後 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選擇啦 如果你實在是沒有 心力了 你已經做得很累了 那當然 大家做到剛剛那個部分就OK 如果可以的話 你再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 並且 產生樞紐分析圖 再加上去 大致上是這樣子 OK 這是第一個 我們的 其中報告部分 那 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再來 看一下 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 那當然我們是直接用 VBA啦 不過呢 就有同學問說 像這個連結 點進去就是 影片部分 OK 那裡面當然 如果哪個部分有 有問題的話 其實回頭可以再看一下 甚至我覺得啦 螢幕前在職場上用的非常多 就是 視覺化的結果 尤其樞紐分析表 這部分的應用 那很多人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對樞紐分析表熟悉的話 你將來要做這個 報表的話 那就會比別人更輕鬆 OK 那所以細節部分呢 也許回去可以再看過 那 當然了上個禮拜的部分就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一定要用什麼 一定用函數來做的話 像我們上禮拜直接跳到VBA嘛 那有同學說老師是不是一定需要用VBA 我如果不用VBA的話 我可以用Excel的函數來完成 ㄟ 函數來完成 那其實喔如果你不用 VBA用函數來完成 其實這個邏輯 跟這個151那一題 其實還蠻像的 151的是刮鬍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你要了解前刮鬍的位置 有沒有 後刮鬍的位置 那其實 差別是說呢 151 那個前刮鬍跟後刮鬍 這個文字是固定的 但是呢 在這個範例裡面呢 他這個前刮鬍 類似的位置 不是固定的 第一個要先找0 如果有0的話先找 如果沒有0就找0 沒有0最後才去找趨 OK所以喔 那找到還是一樣 類似前刮鬍的位置 所以一定有個位置 那後刮鬍的話呢 也是三個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可以把這兩個位置找到之後 再用MID函數切割 其實最後也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喔如果我不用VBA啦 倒過來 如果我用函數 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會不會很複雜呢 當然理論上做出來 公式絕對不短 可是呢 只要你有上個禮拜那個概念的話 我想要來做這個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那個上個禮拜的 這個邏輯喔 剛剛我們反過來 比如說我要把這樣的一個邏輯 轉換成 顛倒過來 把VBA邏輯 轉成 Excel裡面的那個函數 把它變成公式的邏輯 該怎麼做 那差別啦 你會發現喔 在那個 VBA裡面可以寫這麼多行 可是Excel裡面的公式喔 它最多就是給你一行 我覺得啦 所以你會說喔 真的 Excel 裡面這個公式喔 做簡單的事情還可以 如果你做複雜的事情 真的 非常的困難 OK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也許把上個禮拜這一題喔 想想看 把這個 入接到喔 如果不用VBA 我用函數來做的話 那該怎麼做喔 畫面先 還給各位喔 試試看 餘子 出現了 入口 丁 在這裡 入口 入口 出現了